我们来关心到另外一则新闻 就是有民众向国民党团检举说 厂商申请快筛EUA 被食药署要求补件 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人打了电话给他 说如果你们能够更快取得相关的EUA 我们可以来帮忙 那送件上面的电话号码 也不是公司的电话号码 而是特别申请EUA的号码 除非看到这个送件 不然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国民党团就质疑了 是不是食药署内部流出 这是我们党团接获到的一个检举 而且是民众具名的一个检举 负责任的一个检举 他说这个厂商申请快筛的一个EUA 那申请书送出去之后 被食药署要求要补件 那在补件等待的过程当中 他就接到了刚才 我们在影片上所看到的 两个人打电话去给他 那么一个就是秦世荣中这家公司 那一个曹小姐 一个郑先生 都打电话给这个送件的厂商 表达您是不是已经有送食药署 要申请EUA 那我们公司可以让你更顺利快速的 拿到这个EUA 可以给你协助跟帮忙 那么随后又接到一家 自称是在长庚 来做顾问的一个林先生 一个林顾问 那么也说出了一样的协助方式 可以帮他们更快速的拿到EUA 那么来检举这家这个民众呢 就在说了 这就很奇怪了 陈如刚刚影片上讲的 他们送件上面的这个电话号码 并不是他们任何一个公司的号码 也不是他们任何一个股东的号码 而是为了否去送食药署这个件 特别留的一支联络电话 这个电话也只有看到送件上的资料 才会知道这个电话号码 那这不是有鬼吗 如果不是食药署里面的人 去透露了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那请问一下 不管是这个情势隆中的公司的曹小姐 或者是郑先生 以及自称在长庚工作的林顾问 又怎么能够拿到这个资料呢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夸张 那显然是有两家 甚或有两家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快塞前客 甚至于可能是快塞蟑螂 那还要纷纷拿到这个 可能有人外泄给他的资料之后 争相去做这样的生意 那么去做这样前客的生意 那么去找要准备申请EUA的厂商 来跟他们游说 来把这个生意让他们来做 从中获利 那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看到这过程当中 食药署真的是太夸张的太夸张了 从我们之前提到 这个邵博士顾问公司的时候 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食药署出来说明 我在想是不是食药署 说也说不清楚 那这一点我想食药署不但是需要 需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如果这个资料果真是从食药署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人流出去了 不好意思 这不但是需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接下来要关心台北市殡葬处出包连环报 这个现在阵风处在积极的查办当中了 因为我们就来先讲解 这个殡葬处的前员工就有爆料说 他在殡葬处做了20多年 第一次看到有处长怎么样的霸道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在这个二兵 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 所以停车位从200多个大检到只有数十个 那当然停车阁我们的理解是要优先让给智桑的家属 还有亲友等等 但是现在被爆料说 这位台北市的殡葬处长陈冠林 他都是把自己的公务车 这台蓝色的车停在这边 变成他的专属停车位了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引发了热议 而且爆料者还说 从去年7月到任的处长 竟然有专属的私人停车位 那当然这个对于很多的智桑家属来说 他们停车都要停在辛亥的桥下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被认为是不是有特权 而且你不顾其他家属的感受 就大喇喇的把车停在那边 你真的有这么急的公务要来办吗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来关心到的是 处长他怎么样做回应 殡葬处的处长陈冠林他就说了 他每月都有缴费 而且没有要来耍特权的意思 他强调自己因为开会比较急 才会想出这个办法 跟同仁协调说 能不能使用公务的专区 那那一区其实蛮小的 每次停他都有可能会撞到等等 但是有不具名的停车场业者 就透露说 其实现在只有花车 街市车 还有公务车可以进来 就连殡葬业者 他们的小型车 想要进到停车场来停都不行 所以记者就追问了说 那这个蓝色的车是谁的 问他认不认得出来 他一看就说 这个是处长的车 我认得 那还说处长的车是贵宾车 可是依照惯例的话 其实殡葬处馆对于围停的车 一天要开罚一千块 还要规劝驾驶驶驶驶离 显然这个规则是不是遇到处长就转弯了 还要来关心到第二个争议 也就是之前有被爆出的 北市殡葬处的秘书邱金融 他被议员李庆元踢爆说 以色列用打牌赌金乔士勤 还涉嫌以每个人三十万元 来安插人员进入到这个殡葬处来工作 也提及到邱金融常常在礼拜一 午后时常的来请假 这个时间点都很雷同 还说两年来请了七十三次 那对此他本人就做出回应 回击说这些的指控都是造假的 他特别强调一点 他说打麻将我都是用自己的架出去 不是在上班期间我还偷溜出去打麻将 而且这打麻将的对象 是我三十年来的老朋友 也不是造木商 大家都知道的是代表我很坦荡荡 可是这位民众加码爆料说 其实邱金融在担任这个 木政管理科科长的时候 就疑似包庇犯错的许牧元 有侵犯还有未造文书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连环报 现在阵风处也在介入调查当中 还要来关心到的是台中市的长者疫苗快打战 出现了长辈在烈日下面晒太阳排队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他用不称职的媳妇来形容台中市长卢秀燕 对此台中市议员就痛批说 这个话是不尊重女性 反向蔡奇昌说 你是不是恶婆婆 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这样子的发言 怎么会一个立法院的副院长 在讲到地方的事情 可以对女性的首长做这样不当的批评 下评断还有打分数 他只是想要凸显女性的首长施政不当 是这样吗 但是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当过媳妇 女儿还有将来当婆婆的人 全部都打了分数了 这实在是在现今的这个社会 性别平等大家都相当的重视 用这样的比喻实在不恰当 我实在是不想去用婆婆这个角色来形容她 她如果说你是不称职的媳妇 我真的很想说她是一个恶婆婆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是四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八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携带型的 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两到四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